Hello 大家好 今天要来介绍手机支架壳 第一款是老特的支架壳 剩下两款是图拉斯的 这两款后面的支架长得蛮像的 都是一个Q的形状 但是图拉斯的话 这个叫做Q Pro 它是可以360度旋转的 这个是图拉斯的O系列 之前有介绍过 它也是可以360度旋转的 这样子 然后先来介绍一下它们的优缺点 像老特的这个 我是觉得它是里面手感最好的 就是它旁边都很圆润 握起来也很轻 就是它这个壳握起来就是 手感很好 这个支架的角度也是很紧 就像我手机装上去 这样子的话 它其实也不会倒 对这个角度的话 其实这样算很低的它也不会倒 但是像这个O系列的 像这种角度它一定会倒下去 它的支撑力就蛮差的没有很好 像这个O系列的 O系列的角度 如果你这样子 像刚刚差不多一样的角度 它一样就是会直接这样倒下去 它的角度就没有很好 O系列的角度 我觉得是支架里面最松的一个角度 然后再来是Q Pro系列 Q Pro系列的话 跟老特的这个支架 其实它们的角度紧度的话 也是都还蛮好的 就像放这种角度 它其实手机的重量这样压下去 也不会倒 但是重点来了 它这个握起来的手感就真的很差 而且你看它的支架 它不是全平的 像老特的这种支架 都是全平的 那依这种价位的话 这个壳一个也要1300多 那依这种价位的话 你支架还不是全平的 摸起来就是手感非常不好 你就摸到一个凸凸的东西 支架在这边这样子 你觉得说 这样子这个价位的话 我其实是不太推荐 虽然说它可以360度旋转这样子 但是它的手感其实没有很好 而且它这个壳做得非常的塑胶 就是不太好握 那最好握的话就是这个 老特的这个 它几乎就是没有毛边 这样子摸起来就是很好摸 非常好摸 而且也非常好握 你握久了 你都不会想把它换下来这样子 而且它的支架也很好用 因为我习惯就是这样子看影片 我不会这样看影片 所以我觉得这个支架就是非常的够用 那像O系列的话 就是它非常的厚重 就是因为它多了一个防重条 然后它握久的话 你就会觉得说 有点个手 因为它这边是背板有那个接缝 这样你悟起来就会觉得 怎么这么有一个东西在这边 就非常个手这样 对 所以那我要推的话 我第一个会先推老特的这个支架壳 然后第二个才是图拉斯的这个Q Pro 因为Q Pro我觉得它就是角度也很方便 但是它就是以这种价位 支架竟然不是平衡 就是不太推 然后第三个才是这个O系列的 那用O系列就是要有个心理准备 就是它的支架真的是非常的松 这样子 对 这样子 跟这样子 就知道说这个感觉真的是角度会比较好 这样子 那今天的影片分享到这边 谢谢大家